陆老师,那男生这边可以练习瑜伽吗? 呃,其实很多人,特别很多男性会有这个误区 觉得瑜伽是女性的运动 其实瑜伽对男性的这种效果非常好 就他更好 我们知道啊,从国外传过来啊 瑜伽是起源于国外的 你看最早国外的这些都是男性居多 包括很多大师,很多瑜伽大师都是男性 那为什么就是大众眼里面会觉得 一是他的一个认知上 会觉得这个太柔软的练习 瑜伽不是啊 瑜伽练,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让你柔软有力 他不光是练软度 他也需要力量 而很多男性呢又是偏羊 男生本身就属羊 所以说平时节奏生活又很快 需要一些阴性的东西来平衡男性 这样的话你整个内在的能量会更平稳 所以说你发现这么近些年 也会发现很多的这种恶性事件 为什么?就是因为每天太着急太阳了 神经一直绷着放松不下来 其实男女都适合 为什么?因为他是放松我们的神经的 让我们能够动的时候动起来 静的时候能够安静的享受生活 所以说我也建议更多的男性 来加入我们瑜伽的练习当中 这种收益这种收获会非常的大